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那么这期视频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米作为字头字底 以及字旁时的区别 和它们的处理方式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字头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类 这个类它上半部分 就是这个米 那这个米它作为字头的时候 书写时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首先你看 它这个整体是不是偏小 整体的字形要小 因为它写在这个上面嘛 所以整体字形一定要小 不能给它写大了 不然的话上半部分 会写得很累赘 头特别大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它整个的身材比例 米作为字头的身材比例很重要 它上半部分要偏长 下半部分要短 那为什么 因为上下结构的字啊 它上下两部分成接的地方 笔画之间要相互必然 为了让上下两部分怎么样 搭配的更紧错 成接的更紧错 所以这个笔画之间要相互必然 那这个米作为字头的时候 你看它下半部分 是不是它和这个大字成接的部分 是在下半部分 那这下半部分它就要写的短 写那都要收敛 对吧 身材要短 你看它这个树 下半部分要短 你可以往上略微延伸一些 但下半部分一定要短 这样的话两部分它才挨的比较紧错 你看这个横和这个横 它就离的比较近了 是不是 两部分就写的比较紧错了 所以这个米字啊 这两个问题是一定要注意的 首先它整体型要偏小 不宜过高 那第二个就是它这个身材比例是上松下紧的 上面这个要长一些 下面要短一些 这是米作为字头时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啊 还有它就这个撇那一定要收敛 撇要短小点 那个那要变成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作为字底时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这个梁字里面的这个米 我们刚刚讲了 上下结构 你看它上下两部分承接的部分 是不是要相互比 笔画之间要相互比 那你看这个梁 它这个米作为字底的时候 那和上半部分承接的地方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这个上半部分吧 你看这个米字的上半部分 是不是啊 那它这里就写的比较紧 收的比较紧 你看看它作为字底的时候 是不是上紧下松 和做字头的时候正好给它相反了 对不对 那是因为它要避让上半部分 它要给上半部分这个笔画之间 它要相互避让 所以你看这个点和撇一定要写的短小 再一个这个竖也要短 不能给它写长了 如果你上半部分写长了 写的比较松 那你看上下两部分就要分加了 要不紧错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这是做字底时上半部分要注意的问题 再一个 做字底时这个横一定要舒展开 米字作为字底的时候 横要舒展开放开 在这里它横嘛 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 把上半部分整个给它承托住 然后皮纳要舒展开 这个皮纳舒展开是什么问题呢 它是起到一个稳定 稳定重心的作用 皮纳要舒展的话 可以把这个重心给它稳住 这是米作为字底时要注意的问题 是怎么样 上紧下松 横放开 承托住上面 然后皮纳稍微舒展一下 但是这个皮纳大家要注意啊 你不能拉得太开啊 你不要斜到这个横外面去了 你看看 这个皮一定要短 一定要不要拉得太长 要在横的范围内 你不可能说横也放开 皮纳也这样 舒展的特别开 下面整个就张牙舞爪了 是不是 这个横放开的话 这个皮纳 要略微的收点一些 它也舒展 但是你不能放得太开了 这个皮你看 它要在这个横的范围下 然后这个纳呢 要伸展出来一点点 这个横不是在这儿吗 你看这个纳可以伸展出来一点点 看到没有 伸展出一点点 这个纳就可以了 然后皮略微短一些 在这个横的范围下 和木字底有点类似 和木字底它稍微有点类似啊 写法 你看它做字头和字底 你看这个区别啊 大家注意一下 那做字旁的时候呢 做字旁的时候 大家比较常见啊 和木字旁 和木旁 写法都比较类似啊 它就是什么 纳变成点 和右边的内容相互避让 这个比较简单 我就不重点讲了 做字旁的时候 你看它整体是偏瘦长的 然后纳变成点 整体是瘦长的 这是做字旁时 你看我们讲了 这个米字做字头 字底和字旁时要注意的问题 那你看我们回到这个字里面 你看哈 这个类字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上面头要收紧 下面这个大字 要舒展开 是不是 上紧下松 这个类字 要写好的话 那这个梁字呢 其实梁字也是上紧下松的 上面你看这个 这一部分给它收紧 因为下半边是米 大家要注意 米作为字底的时候 情况很少 情况很少 它上半部分都是收紧的 没有例外 米作为字底的时候 它上半部分都是收紧的 没有例外 再强调一遍 那我们现在来拉近镜头 具体看一下这个类和梁的书写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类字的书写啊 哎 上半边 上半部分 这个米 点 皮 哎 要左低右高啊 左低右高 然后包括这个横也是往右上 卡筋的 这样的 然后术 上面长 下面短 注意写在字头的时候 上 字头的时候是上松下紧 皮也要短小 大家注意一下 皮要短小 然后那变成点 哎 这是米作为字头的时候 然后你看大 哎 可以让上下两部分 衔接更紧凑 这个大横向放开 这个横 然后撇 哎 不要舒展的太开 不要超过横的范围 然后那往下走 脚丫 平出 可以稍微的伸展出来一点点 这个大字的那 哎 这是类字的写法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梁字的书写 首先上半部分 大家要注意要收紧啊 看点 中间一点 要略微靠外 然后提 三点紧凑 然后在这 写横 折钩往右上斜 这个钩不要斜太长啊 然后撇要比钩略微长一些 因为它整体是往右上倾斜的 大家注意点 在这 然后点 下面这个米字底 上半部分要收紧 撇点 然后长横 放开 把上面部分给它整个承托住 然后垂露竖 来长一些 给它收住 哎 然后撇纳 这个撇 撇纳舒展 但是不要放得太开 你看撇不要超过这个横的范围 然后纳往下压 可以出一点点脚丫 哎 可以比这个横 要略微出来一点点 这是两字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你看米做自己的时候 要上面收紧 下面那个写 舒展一些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